无兄弟,不篮球。对于篮球的喜欢,我们不仅仅是单纯的喜欢篮球本身这么简单,更是喜欢和因为这个载体而和球场兄弟一起奋斗的感觉。在篮球世界里面,有无数队的知名球场兄弟,曾经打动过我们。大姚和刘伟,则可能是当中关系最微妙的一对。 不变的是,对于更广泛的大众来说,姚明永远首先被提及的那个人,刘伟只是那个给姚明传球的后卫。 非常开心能够回到上海,也许我会在本赛季后结束职业生涯,我非常感谢各位陪伴我走过这一年。 在上海队结束了本赛季CBA的赛程后,刘伟在主场后久久不愿离去,绕场一周,向球迷致谢,期间几度哽咽流泪。 这一次,我们就从刘伟的视角出发,去回顾这一段载入国篮历史的兄弟情。 如果说姚明是兼备了东方西方两种文化特质,并顺利把其融合外放了中国男孩的话,那么刘伟则是骨子里的中国人,内脸寡言,深沉却简单。 就是这么性格反差大的两个人,因为篮球联系到了一起,并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成为了好朋友。 刘伟和姚明都是1980年出生,14岁的时候认识,袁喜玉一起被招进上海青年队。 两人一拍即合,成为好友,在场上场下也一直相互鼓励,生活上也相互关照,并一起组队前往美国参加耐克训练营学习。 在美国的那些日子里,受制于经费的不足,刘伟每天让出了一个汉堡给食量更大的大尧。 16岁那年,刘伟先进了国庆队,给姚明展示了球衣以表格抑郁鼓励。 两年后,先进国家队的是姚明,大尧也以同样的回敬了刘伟。 在2002年,两人继续成长,携手终结八一队的六连冠,为上海大鲨鱼队夺下CBA冠军。 那之后,成长得更快的姚明,去了NBA的休斯顿火箭队。 姚明去到NBA的早期后,刘伟还每天和大尧用MSN的方式联系,分享彼此的生活。 但大家都知道,兄弟两人,总有走得快与走得慢的,自此其实两人就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。 总有人走得快,总有人走得慢。 在这一条时间线上,关于姚明的故事,我们都熟知,但关于刘伟的世界,我们了解得甚少,也忽略了刘伟的成长。 刘伟在场,无人决意。刘伟退后,难有人急。 被球迷曾经疯狂吐槽的刘伟,曾经也是亚洲首屈一指的空位,而且,还是稀有的力量型后卫。 要知道也不是随便拉个亚洲后卫,就有NBA的内线运球水平的。 02-03赛季,后姚明时代,刘伟扛起上海的大喜,场均得到23.9分,6.7个篮板,5.3个助攻,2.5个抢断,3.9个失误的豪华数据。 刘伟保持的本土空位的CBA赛季军分纪录,也是最近才被郭艾伦打破。 刘扬甚至挑战NBA本来一直也是刘伟的目标,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每天多练,练就出了92公斤,却还能随便扣篮的黄种人身体。 大摇的NBA之行,对于刘伟来说,自然是一个无形的刺激。 2004年,萨克拉门托国王队用非保障合同签下刘伟,在刘伟在中国打完季前赛随对回到美国之后,被告知其实力暂时无法留在球队的常规赛阵容,要么先去打发展联盟。 外加受制于场外的诸多因素,刘伟也无缘尝试发展联盟,彻底离开了NBA的舞台。 一年之后,另一个刘扬机会出现了。 澳大利亚联赛的豪强破斯野猫队,向刘伟抛出橄榄枝,开出了税后年薪百万的一年大合同。 无论从经济收益上,还是个人技艺的提高上,都是其实刘伟最合适的权宜之选。 签下合同后,刘伟还受邀特意过去,新打过澳洲联赛的全明星赛。 可惜最终有关方面讨论很久,还是不同意刘伟出去。 那一份签了的合同,刘伟还一直摆在家里,而资人护照在刘伟的巅峰期内,却从不在家。 看着彼岸的兄弟大摇在NBA一路成长,若选全明星,刘伟未联系开示喜数的兄弟开心之余, 也不得不逐渐放下了自己的刘洋梦。 在其后很长的时间内,刘伟依然是国内最好的空位,可是他的能力,还不足以一人拯救上海队。 上海在2002年夺冠之后,便陷入了低迷,球队的整体势力一直处于联盟的底部, 连续多年无缘季后赛,球时也慢慢随着令人失望的战绩而逐渐走低。 2008-2009赛季,上海队经历了对世上最黑暗的一季,在只有一位外援的情况下,50场比赛输掉了44场。 赛季结束后,球队赞助商撤资,对上海队有深厚情义的姚明,成为球队的新老板。 在新金主姚明最需要刘伟的时候,出于对球队的热爱以及兄弟情,刘伟依远低于低于八一对招募报价合同的价格与上海续约了。 刘伟和姚明的关系,也发生了变化,变成了主徒。 在合作的三年内,上海队虽然成绩浮沉,但是刘伟表现依旧稳健,仍是上海队可靠的主力空位。 但是,生意就是生意。 目睹成绩没有起息的姚明,接受不了失败。 仍是上海队的主旋律,毅然按下了重启键,要对上海队进行深化改革,把NBA的东西带到上海大鲨鱼。 是不是我薪资太高了,降低也完全可以。 刘伟憋在内心的说话,一直没有说出口,因为姚明团队直接下逐客令,告知刘伟不会再续约,赛季后请令谋高就。 这一操作,也把姚明被推上了风口浪尖,外界也不断猜测姚明以及刘伟的关系是否已恶化。 但是在后续的采访中,姚明一直对此时避而不谈,刘伟也如是,只是坦诚和姚明,不可能再像做队友一样了。 可是人心是肉掌的,内脸的刘伟嘴上不说,但把离开母队的男兽,写在了社交微博上,特别是那一段时间,他的孩子刚在上海出生。 自离开上海后的四年,刘伟不再更新微博。但是,时间会证明关于兄弟情的一切。 2017年,姚明成为了蓝鞋主席,为了避嫌,把上海队的所有股份进行了转让,上海队的舰队思路也重新改变,队中有很多年轻人,但缺乏更衣式领袖。 这个时候,他们想起了远在四川的老队长刘伟。彼时,老将刘伟在四川焕发了第二春,场军上场36.5分钟,场军贡献17.6分,5.9篮板,3.6助攻,也受到了四川球迷的爱戴。 但是,刘伟听到了可以回归的消息,还是义无反顾地想要马上回到上海,因为他的第二个孩子也快要出生了。 起初,刘伟和四川的合同期,是还剩下一年的。已经确认成为蓝鞋主席的姚明,给四川队的老板打了一通电话,后者也同意和上海队达成口头协议,做一个顺水人情,提前终止合同。 只是在休赛期,四川队的后卫王汝恒,被山东队牵走,后场暂时缺人,还需要刘伟压阵。 于是,刘伟又被四川留了一年。 一年之后,刘伟的微博恢复更新,早上好,上海。 配图是沐浴在晨光中的黄浦江畔。 在回来之后,刘伟曾向记者表示,自己与姚明并没有任何问题,心结也早已解开。 此乃解铃,还需系铃人乐。 此后,媒体也终于拍到了两人同框的画面。 用姚明在自传里的一句话做结语,那就是,许多人一起开始,但一个走了,又一个,再一个,最后,只有少数人留下。 留下的越少,就越特别。